考试开始了 重回校园 怎么说哥哥 开始上课 我们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技能 来 从你来开始吧 我的技能 每天一次 当所有玩家选定课程卡之后 你可以要求每名玩家按顺时针 将课程卡一次放置在下字位 玩家面前 所有学生按面前课程卡结算 本节课后一次返还课程卡 谁没听懂 就是全部换 你出的课程卡换到我这儿 我的换到 每节课都可以这样干吗 一天一次 好我说 我是每天可以检查 两次别人的课 行 你检查别人的课 唱的是出的是什么牌 对他就是副班长呗 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 我可以对 那你真坏 我呢 是每天上课前 有一次机会进行骰子判定 若点数大于三 我就可以获得一个检查标志 嗯 苏格亮的关心是吧 每天上课前 你可抽取任意一名玩家一张课程卡 该不是该玩家当日不可使用该课本 哦 还挺强啊 就是给你进了呗 进英雄班位 好我这个线索连环 当我被进课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一个人和我一起进课 所以不要进我 他是个猎人 没有啊但是别人就不用 那直升进你 你进不了直升 是 我的这个技能是 假如说当你未按课程上课 且未被检查时 你可任 你可让任意一名玩家 这节课的成绩无效 把未按课程上课 他如果偷偷上课的话 别人就 别他就可以让 跟他一起上课的人 可能是成绩无效 并且没有人检查他 他这个就是 好进攻型 对啊 那我就得去打他小报告 打他小报告 你打我小报告 哇你 你们俩无敌啊 这两位技能 加减乘服把你开除 带你来 我的技能激活了 耶 开钻 课表是我排 想好啊 这骰子来吧 啊我是老师的小猪手呢 接下来 请玩家一次抽取任务卡 和关系卡 什么玩意儿啊 首先给各位玩家 介绍一下考试纪律 侦探学院 游戏规则 在侦探学院游戏中 玩家将作为侦探学院的学生 参与为期六天的期末复习 每位学生 都将担任一天的值日生 负责布置 与监督其他学生的学习情况 在一周学习冲刺过后 积分最高的学生 将获得侦探学院本学年 唯一的毕业名额 游戏开始前 每位学生将获得 一 一张人物卡 每张人物卡都拥有不同能力 二 九张课程卡 分别为 密室破解课 胆量提升课 拆夹训练课 健体强魂课 社交修炼课 乔装易容课 侦探推理课 洞察人性课 器官鉴赏课 三 十二张检查标志卡 四 一张关系卡 将揭示你在侦探学院的竞争对手 竞争结果将会带来巨大的积分变化 五 一张任务卡 玩家完成任务 可获得额外积分 学习阶段 每天职日生抽取检查大师卡 其他学生抽取学习大师卡 依次决定是否购买 若选择购买 即从对应卡堆中 任意抽取两张 并选择一张购买 另一张放回 当日享受该大师卡技能协助 每天课程结束后 回收所有大师卡 除职日生外 每名玩家从九张课程卡中 选择六张携带 剩余三张 本日不可使用 所有学生确认 本日携带的课程卡后 依次决定是否发动人物技能 开始上课 职日生在每节课开始前 选择并明智 本节课的课程卡 其他学生 选择一张课程卡暗制 暗制完成后 职日生可使用检查标志 对其他学生进行检查 职日生检查 该学生按规定上课 职日生给该学生一枚检查标志 该学生该科成绩加一分 职日生检查 该学生未按规定上课 职日生无需消耗检查标志 该名学生此节课无成绩 且下节课将受到进课处罚 职日生未检查 该学生按规定上课 该学生该科成绩加一分 职日生未检查 该学生未按规定上课 该学生该科成绩 与实际上课科目成绩 各加一分 注意 当日最后一节课 若有学生被禁课 禁课惩罚 不会延至第二天 六天课程结束后 将进入提升阶段 在提升阶段 从第一天的职日生开始 每个玩家一次消耗 一枚检查标志 增加自己任意科成绩一分 或减少其他玩家任意科成绩一分 当所有玩家 无剩余检查标志后 提升阶段结束 进入结算阶段 结算阶段 将分为四步进行 第一步 成绩表得分 根据单科排名分数规则 依次算分 第一名 十分 第二名 七分 第三名 五分 第四名 三分 第五名 一分 第六名 0分 若出现并列情况 则取平均分整数部分计算 如 A玩家 胆量提升课成绩为5 B玩家 与C玩家 胆量提升课成绩为6 则B与C玩家 并列第一 各获得 10加7 除以2 等于8分 A玩家 排名第三 获得5分 第二步 任务卡得分 根据任务卡完成情况 结算每名玩家任务卡的得分 个人成绩表结算得分 加个人任务卡得分 得出个人基础分 第三步 关系卡得分 玩家与竞争对手比较基础分 打败竞争对手 获得15分 竞争失败 将扣除10分 且对手 将获得8分 结算时 关系卡号码为自己时 将扣除10分 第四步 总成绩 汇总前三步得分总和 分数最高的玩家获得胜利 那这样完了就 谁离开学校最久 谁就相当值得什么吧 谁叫离开学校最久 谁毕业最久 谁毕业最久 毕业多少年了 大家抱一下 我毕业 两年半 几几年毕业 我二年才毕业 二年毕业 那没多久 我16年毕业 特别16年 18 我19 17 那就你们先 你们俩 听什么 听什么 这么一说嘛 你不就 真的是 你19年才离开学校 你19年才离开学校 什么 他上了博士 什么 你上博士也不应该19年 也就是说咱们 咱们认识的时候你刚毕业 一个初出茅庐进入社会的嫩小伙 嫩小伙 小嫩 年轻小伙 抽签吧 抽签吧 抓丢 我嫩小伙我还抽 那小伙我先抽 咱俩要抽个一二就绝了 继绝 继绝 好 哇 你解太好了吧 好 这是第四 三 这第一个字 这第一个字 第一个 考验大家手气的时候 哈哈 真抽个一二吧 谁是NQ多少 第一 二 大哥 胆死了 早出社会果然得 那我第四个最亏 为什么 我又不是很靠后 还又没有那个什么奖励的标志 咱俩换换换 直升 是否购买检查大师卡 买一个 他的他的技能会告诉我们吗 会 若你在某节课未使用检查权 则你在下节课拥有N次强制检查权 N为本节课 违规上课 人次 强制检查不受技能约束 且无需支付检查标志 那我就选这个比特温西草吧 各位学生是否购买学习大师卡 啊 购买啊 抽两张选一张是吧 对对对 好 你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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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厉害 啊 这么厉害 最后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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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太强了 名字小武郎火 你可代替下一位直日生安排特别 如果下一位自己是就顺言 我好厉害你看这个太强了 那你用这个啊肯定啊 好强硬啊 写虚二号 我 我就选这个